香港莲花威廉問的 香港莲花威廉 尊貴的師尊 請問我們怎麼知道 家裡供奉的土地 是土地福德正神或地基主 那麼填寫法會或護摸墓的報名 是填寫土地公公勃勃 或是地基主感恩 你要填寫法會或護摸墓的報名 是填寫土地福德正神 或者地基主 或者是公公勃勃 土地公土地勃吧 土地公土地勃吧 我們怎麼知道家裡供奉的 土地是土地福德正神或地基主 地基主是地基主 福德正神是福德正神 兩個不一樣 我們所講的地基主是皇子 這個皇子 本身的 裡面的陰人 陰人 這個地裡面的陰人 不是神 地基主應該 在我的觀念裡面 地基主 地基主 大王話在說地基主 拜地基主 就是可以保護這個家裡 家宅的 家裡的土地公也是一樣是保護家裡的 保護這個家的 同樣的 但土地公是一種神 叫福德正神 你要給土地公報名法會 你就寫土地公 你管管 知不知道 你不用問 因為很少人能夠知道 你家裡的那個牌 是土地公的牌 還是地基主的牌 你寫土地公的牌 就是土地公 你寫地基主的牌 就是土地基主 合作 法會 護摩木的報名 到底要報名土地公 你就寫 福德正神 你要報名 地基主 你就寫 地基主 不用知道 到底要報名給誰 福德政神跟地基主是不一樣的 你不知道你家裡安的土地公是地基主還是土地公 你安的是土地公,你就是土地公 安的是地基主,就是地基主 兩者不同 不用知道,因為除非你看到 你看到你已經有陰陽眼了 最低的眼就是陰眼,陰陽眼 五眼六通,邪佛的人有五眼六通 五眼就是五種眼睛 最高的就是慧眼 天眼還在氣勢,最高的是慧眼 天眼,你有天眼,有陰陽眼 你就可以看到你家裡的福德政神或者是地基主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時候你要報名誰,你就報名誰 但是你不一定要知道 你要報名給福德政神,你在護摩目就寫福德政神 你要報名給地基主,你護摩目就寫地基主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知道的,因為你不知道啊,你看不到啊 有些人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知道這個 那個草陽山村的土地公,他已經換人了 以前那位老土地公已經回台灣 那麼新的,又從台灣來 人家問我說,台灣來這個土地公會講什麼話 他會講英文 他會講英文 然後他會講台灣話 也會講華語 他又會講英文 因為他要適應這邊嘛 你看 很簡單的啊 你說叫一個不懂英文的 來做我們這個經濟文化辦書處的處長 哪有可能的事情 他基本上他要派到國外 就是要懂得這個語言啊 他要派到哪裡 至少他要懂 所以派到彩虹山莊的這個土地公 他懂得英文 懂得這個普通話 國語 懂得這個台語 還要懂得廣東話 因為我們這裡還有很多廣東人啊 他講廣東話 他講廣東話 他講廣東話講啊 你知道還要講客家話 你滴不滴啊 滴不滴是什麼 什麼話 廣東話嗎 你會看廣東話 你聽到四孫還懂一點 低不滴 客家話嗎 你看四孫還懂一點 哈哈哈哈